明朝万历年间 江西南昌府靖贤县 有个名叫陆子清的读书人 此人二时有四 年少时曾历世不考中功名 绝不娶妻 但两次参加乡市 两次都名落孙山 因此至今仍是孤身一人 陆子清虽父母 早亡 但家境富裕 靠着父亲留下的一点家业 他这才得以继续读书 第二次名落孙山后 陆子清背井离乡来二百多里 来到了南昌府的一位大儒名下求学 转眼间离家已经两年了 这年清明节前 陆子清返回了老家 他计划在老家住上一段时间后 就返回南昌专心备考 父母的墓地在村子东南的山脚下 当年安葬了父亲后 陆子清特地让人在墓地旁边盖了一间茅草屋 在茅草屋里 他曾经为父母守孝三年 清明节这天 陆子清早早地就来到了父母的坟地 祭拜完父母后 他回到了茅草屋 计划在这里住上一晚已尽孝心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之后 陆子清便在床上躺了下来 读起了书 不知不觉间 他睡着了 醒来时已尽黄昏 陆子清拿 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 啃了几口 又躺在了床上 空旷的野地里万籁俱静 只有几只老瓜 时不时地飞来飞去 阵阵凉风吹来 不知不觉间 多了一丝恐怖的气氛 尽管不太相信鬼神之说 但孤身一人身处野外 陆子清不免有些惧异 折腾了大半夜 他再也熬不下去了 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梦乡 就在他刚睡着不久 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 沙沙的响声 像是有人走在地上 发出的轻微脚步声 陆子清顿时 睡意全无 谁 他壮着胆子喊了一声 外面没有回应 那沙沙声也戛然而止 他赶紧起身 抄起床边的一根木棍 提心吊胆地走到门后 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 朝外面看去 月光朦胧 旷野里什么都没有 难道自己听错了吗 陆子清暗自寻思 就在此时 他用眼角的余光 从门缝处撇到了门前的地面上 瞬间他头皮发麻 一股寒气从背后升起 听老辈人说起过 在门口撒上香灰能驱鬼辟邪 睡觉之前 陆子清特意把祭拜烧完的香灰收集起来 撒在了门口 此时 在那香灰上面 竟然出现了几道杂乱的脚印 可以肯定 这绝对不是陆子清的脚印 因为从他进到屋里 躺下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刚刚肯定是有人在门口转悠 谁会半夜三更在荒郊野岭晃悠 该不该出去看看 陆子清站在门口徘徊不定 就在此时 莎莎声再次响起 不过这一次是出现在了窗户那边 陆子清连忙转头朝窗户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陆子清顿时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一张苍白的非常吓人的脸 出现在了窗户外边 那是一张女子的脸 看起来年纪也就十八九岁 她的脸上写满了哀怨 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 陆子清大叫一声 随即惊慌失措地 将手中的木棍朝着窗户扔了过去 木棍并没有击中女子 但女子似乎是被吓着了 赶紧转身离开了窗户 在地上坐了半天 陆子清全身已经湿透了 惊魂未定的她尚未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来 女子是人还是鬼 为什么要来这里 拖着几近贪软的身子 陆子清又坐到了床边 她再也不敢睡了 一闭上眼睛 她的脑海中就会出现那张女子的脸 于是她就睁着两只眼睛坐在那里 直到天亮 第二天天亮以后 陆子清这才大着胆子走出了屋子 这时 她看清楚了 门口香灰上确实有几个脚印 脚印不大 明显是女子留下的 有了这离奇的经历 陆子清不敢耽搁 急匆匆地离开茅屋 朝着山下走去了 因为心里害怕 陆子清的脚步快了不少 走着走着 一不留神就绊了一下 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倒在地 就在她要起身的时候 她的右手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 便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起身一看 路旁的草丛里正散落着一具尸骨 这一来 陆子清再次被吓到了 随即赶紧撒腿往前跑了开去 跑了没几步 陆子清停下了脚步 哎 也不知道是谁的尸骨 就这样抛尸荒野 实在是可怜呢 她这个人心地善良 尽管心里害怕 但她还是又返回了刚才摔倒的地方 计划把尸骨收拾起来埋了 就在她整理尸骨的时候 令她不寒而栗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脚骨位置 赫然摆着一双崭新的绣花鞋 鞋子做工精美 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家孩子穿的 鞋子是谁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死者生前穿的吗 不可能呀 尸身早已变成了白骨 为什么鞋子还是新的 如果不是死者的 那又是谁会把一双鞋子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尸骨旁 带着这些疑问 陆子清拿起了绣花鞋 等看到鞋底的时候 她又吓出了一身冷汗 干净如新的绣花鞋 鞋底却沾着一层薄薄的香灰 看到这 陆子清冷汗直冒 她赶紧拿着鞋子回到了茅屋 对比之后得知 昨晚出现在茅屋门口的女子穿的 正是这双鞋 昨晚出现在茅屋的是一个女子 今天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具尸骨 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穿着同一双鞋 这样看来 昨晚出现的女子并不是人 而是鬼 冷汗再次浸湿了她的全身 不过 她并没有注意到 怪异的事情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会一次又一次地让她目瞪口呆 女子为什么会抛尸荒野 她生前遭遇了什么 就在她整理尸骨的时候 尸骨脑袋上的一个核桃般大小的洞 引起了她的注意 尽管她不是武作 但还是能够判断出 女子的脑袋上曾经遭受过重物的打击 不然的话 不会在脑袋上留下如此大的洞口 这样看来 女子必然是死于非命 就在她捧着尸骨的头颅 在那里愣住的时候 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陆子清顿时警觉起来 声音越来越近 就在她愣神之际 一个白影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来到了她的脚下 陆子清又被吓了一跳 缓过神来之后才看清楚了 原来是一只白猫 白猫骨瘦如柴 眼睛通红 一看就是没人搭理的野猫 陆子清身脚踢了一下白猫 白猫似乎被吓了一跳 随即窜到了远处 不久之后 她又出现了 这一次 白猫的嘴里还叼着一样东西 白猫并没有被陆子清不友好的举动所吓到 只见她走到陆子清的脚边后 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 随后便趴在了那里 陆子清满心疑惑地捡起了白猫 放到她脚边的东西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方手帕 打开手帕后 一只手镯露了出来 手镯非常精美 看得出来 她的主人一定是为生活非常精致的人 再看去 手帕上似乎还写着一行鲜红的字 字迹虽然歪歪扭扭 但依稀能辨认出来 南昌县城东刘正邦之女小婉 手帕手镯的主人搞清楚了 原来是一位名叫刘小婉的女子 只是白猫把这些东西交到她的手里 又是什么意思 陆子清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很快 她有了答案 难道眼前的这具白骨 就是这个名叫刘小婉的女子吗 联想到头骨上的那个洞 陆子清明白了 这个名叫刘小婉的女子是南昌县人 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这里后死于非命 并被抛尸荒野 谁杀死了她 又为什么要杀死她 既然遇到了这等怪事 那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于是陆子清决定 揭开这个谜团 把尸骨收拾好后 她又上路了 奇怪的是 在看到陆子清收拾尸骨的时候 白猫蹲在地上 喵喵地叫了起来 红肿的眼睛里竟然流出了几滴眼泪 此去南昌府正好路过南昌县 陆子清决定去找找这个名叫刘正邦的人 第二天下午时分 陆子清来到了南昌县 因为天色已晚 她便住进了一间客栈 客栈的掌柜姓张 是个白白净净的胖子 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让人一见便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因为连续赶了两天的路 陆子清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 回到房间后便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夜半时分 一个黑影悄悄来到陆子清的房间门口 仔细一看 黑影不是别人 而是客栈的张掌柜 张掌柜来到房间门口 用手沾了点口水把窗户指弄了个小洞后 点起脚尖朝着房间里看了进去 此时陆子清睡一针浓 见此 张掌柜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冷笑 她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来陆子清的房间 原来 陆子清在住店时把自己的包裹露了出来 在打开包裹的那一刻 白花花的银子引起了张掌柜的注意 当晚 客栈里只有陆子清一个客人 于是张掌柜便决定把银子偷到手 随后 张掌柜捏手捏脚地来到门口 伸手掏出了一把刀子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很快门栓就被打开了 接着 张掌柜慢慢地推开了门 此时 陆子清依旧睡得正香 完全没有注意到张掌柜的到来 见陆子清并没发觉 张掌柜的胆子便大了起来 进门后 四下一看 只见一个包裹正在桌子上放着 张掌柜赶紧来到桌子旁伸手朝着包裹里摸了进去 他的手摸到了一个圆溜溜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他的心瞬间激动起来 因为怕陆子清发觉 他赶紧把那个东西揣在怀里悄悄溜出了屋子 回到屋子后 张掌柜随手把门一关 坐在桌子旁边喘起了粗气 此刻 他还沉浸在东西到手后的喜悦当中 这究竟是个什么宝贝 怎么这么大 还溜圆溜圆的 停复了一会儿之后 他点着了灯 小心翼翼地把宝贝从怀里拿了出来 待他把宝贝凑到灯底下仔细观赏后 一股冷气瞬间传遍全身 出现在他手里的竟然是一个头颅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张掌柜的牙齿直打颤 双手也不由地哆嗦了起来 就在这时 只听通的一声 门被撞开了 在看时 一个黑影朝着屋里冲了进来 黑影不大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猫 等到张掌柜看清楚以后 那只白猫已经一跃而起直扑他的面门 惊吓之下 张掌柜瞬间摔倒在地 手里的宝贝也掉到了地上 白猫把张掌柜扑倒以后 张口就咬在了他的鼻子上 随后又在他的脸上狠狠地撕咬了开来 张掌柜疼痛万分 却又不敢大叫 只好手脚并用把猫从自己身上赶走了 撕咬了一番之后 白猫叼起那颗骷髅头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屋子 此时 张掌柜既害怕又疼痛 可又不敢声张 只好忍了下来 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 陆子清却是一无所知 第二天 陆子清早早地就起了床 收拾好东西之后 他就离开了客栈 临出门时 他并没有见到张掌柜 听伙计们说他生病了 陆子清还一阵奇怪 张掌柜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 刘正邦也算是当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很快 陆子清就打听到了他家的住址 因为这件事情多少透着一些蹊跷 陆子清并没有将自己的真正来一鸣说 只是假托一位进闲县的故人给刘正邦捎来点东西 这才见到了他 来到屋里时 刘正邦正和一个女子说着话 女子大约二十出头 见到这个女子时 陆子清不由地愣了一下 这女子怎么看上去有点面熟 难道我在哪里见过她吗 和刘正邦说了几句话以后 女子就出了屋子 刘正邦不到五十岁 浑身透露着干练 对于陆子清这个陌生人 他也很是意外 坐定以后 他便问道 这位公子 听家人说你是从静贤县来的 怎么 有什么事吗 陆子清说道 刘元外 我乃是进闲县的一名秀才 名叫陆子清 就在南昌府的书馆里读书 前几天 我回家扫墓时 遇到了一件事情 特地向你来求证一番 刘正邦 疑惑地看了看陆子清 问道 什么事情 陆子清整理了一下思绪 陈生问道 刘元外 你可是有一个女儿 刘正邦看了看陆子清 反问道 怎么了 陆子清又问 她是不是名叫刘小婉 刘正邦回道 不错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情就明说吧 陆子清赶紧解释道 刘元外 你不要生气 只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有些蹊跷 我也不太敢确定 所以先和你求证一下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家女儿还在世吗 听了这话 刘元外疼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指着陆子清就声色俱力地说道 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 怎么说出来的话 这样没编没言的 什么 再是不再是 刚才走出去的那个女子 就是我的女儿刘小婉 听刘元外这样回道 陆子清不由地愣在了当地 什么 她就是刘小婉 难道我搞错了吗 想了一会之后 陆子清起身说道 老伯 我在问你 你几个女儿 刘元外没好气地说道 一个 还能有几个 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要是在这样纠缠不清 我就把你赶出去了 什么 一个女儿 这就奇了怪了 陆子清自言自语地说道 随后陆子清又说道 老伯 我让你看个东西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说完 陆子清解开了包袱 把一块手帕拿了出来 递给了刘元外 刘元外疑惑地看了看陆子清 犹豫了一番之后 他接过了手帕 打开手帕后 一个手镯出现在了 他的眼前 瞬间 他的脸色变了 他转头问陆子清 说 你这个手镯是哪里来的 陆子清说道 老伯 你先告诉我 这只手镯是谁的 刘元外说道 这只手镯 还是我给女儿买的 后来他说是丢了 陆子清又问 老伯 你再打开手帕仔细看看 上面有几个字 你看是怎么回事 刘元外赶紧打开了手帕 等他看到上面的几个字时 他愣住了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陆子清赶紧起身来到门口 朝着四下看了看 见四周并没有人 这才关上门 悄悄地说道 老伯 实不相瞒 前天 我在回家扫墓的时候 半夜里在坟地里 碰到了一个女鬼 第二天的时候 又在路旁碰到了一具尸骨 尸骨旁边有一双绣花鞋 就在我整理尸骨的时候 一只白猫口里 叼着这些东西出来了 我看了这些东西后 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就按照上面的地址找过来了 听了陆子清的解释 留园外愣在当地半天 也没有说话 这时 陆子清又说道 老伯 我把那具尸骨也带回来了 在头颅上面 我发现了一个洞口 所以我就怀疑 这个女子是被人害死的 如果这具尸骨 就是你真正的女儿的话 那事情可就复杂了 什么 女儿被害 既然她被害了 那眼前的这个女儿又是谁 可如果要是没有被害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 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荒郊野外 看这小伙子 也不像是坏人 也没必要为了一件 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来寻我开心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见留园外半天不说话 陆子清宽未道 老伯 你也不用太着急 你先告诉我 你女儿有没有去过禁闲县 留园外寻思了一会之后说道 去过 我记得是在两年前的时候 她去过一次 因为禁闲县有我的一个亲戚 她就带着一个丫鬟去了亲戚家住了几天 回家路上 不小心遇到了强盗 丫鬟被害 女儿也被吓坏了 还是一个名叫赵成里男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女婿把他送回来的 回到家后 说是受了惊吓 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病好之后 为了报答赵成里的救命之恩 我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听留园外说完 陆子清也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之后 他问道 老伯 这件事情怎么说都透着些蹊跷 你看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女儿已经被害 而眼前的这个女子并不是你真正的女儿 留园外叹了口气说道 年轻人 不瞒你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 我也觉得女儿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可转念一想 或许是遇到强盗 收到了惊吓所造成的呢 也就没往心里去 陆子清赶紧说道 怎么样 想不想找出答案 留园外说道 想 怎么不想 要是她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这块心病也救了了 要是她不是我的女儿 那我女儿又在哪里 陆子清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这样吧 你先把她叫过来 留园外缓了缓精神 随后便把女儿叫了过来 就在女子刚刚进门的那一刻 可怕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那只白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再次出现 冲着女子扑了过去 惊吓之下 女子摔倒在地 留园外就要起身 陆子清却拦住了她 朝她使了个眼色 白猫跳到女子的脸上 撕咬了一番之后 跳回到了桌子上手着一个包裹 一动不动了 留园外指着那只白猫问道 猫是从哪里来的 陆子清说道 就是在我发现尸骨的地方 留园外快步上前 抚摸着白猫哭着说道 这只猫就是她的心爱之物 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她了 说完 留园外又转身对着女子 历声问道 你 你到底是谁 倒在地上的女子 此时已经满面血痕 只见她哭着说道 父亲 你说什么呀 留园外怒不可遏地问道 你认识那只猫吗 女子摇了摇头 留园外又说道 实话告诉你 那只猫是你的心爱之物 为什么现在她却要对你这般撕咬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听了这话 女子低头不语了 这时不管是陆子清 还是留园外 心中都断定事情必有蹊跷 于是留园外便赶紧报了官 很快 女子和她的丈夫便被带到了官府 一听说出了这等怪事 知献不敢怠慢 赶紧审理起了这件案子 仅靠一只猫的行为 并不能直接判定 女子就是假冒的 于是陆子清就又把那具尸骨拿了出来 看到尸骨 留园外不由的老泪纵横 等她看到骨头上的一道裂痕时 她再也忍不住了 老爷 我女儿十五岁的时候 不小心摔断了腿 你看 这根骨头上有一道明显的裂痕 这分明就是摔断所致 知献于是就把武座传唤了上来 武座仔细查看了一番之后 证实裂痕确实是生前断腿之后留下的 随后 留园外又把当时给刘小婉 接骨看病的郎中找了过来 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为了保险起见 知献又用了低骨法 即用流园外的血滴在了白骨上 很快血就融了进了骨头里 女子并未死心 没办法之下 只好滴血认亲 结果 女子的血并没有和流园外的血融在一起 这样一来 事情就明朗了 女子并不是留园外的女儿 那具白骨才是她的女儿刘小婉 至于刘小婉的死因 知献很快就从女子的嘴里知道了答案 原来 女子是留园外进咸县亲戚家里的一个邻居 女子和她的丈夫都是好吃懒做之人 在刘小婉去到亲戚家后 女子的丈夫无意中发现 刘小婉与自己的妻子长得十分相似 于是夫妻俩一合计 便有了假冒刘小婉的想法 目的就是把刘家的家产弄到手 有了这个想法后 女子便时不时地和刘小婉 接近从她嘴里套出家里的一些情况 于是 在刘小婉回家的途中 女子便和丈夫把刘小婉杀了 临死之前 刘小婉用写在手帕上写了几个字 以便有人能为自己申冤 随后 女子便以刘小婉的身份进了刘家 为了怕事情败露 女子特意假接受了惊吓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目的就是要把刘家的情况再熟悉一些 此后尽管有些小瑕疵 但每次都以受到惊吓为由 搪塞了过去 那只白猫正是刘小婉生前的心爱之物 刘小婉被害的时候 白猫就在跟前 刘小婉被杀之后 白猫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边 直到陆子清出现 陆子清走后 白猫就在后面悄悄跟着她 回到刘家 见到女子后 白猫马上就认出了 此人正是杀害刘小婉的凶手 于是就上前把她撕咬了一番 事情水落石出后 白猫也一命呜呼 料理完这里的事情后 陆子清回到南昌 专心读书 八月相识 她高中戒缘 随后连战连结 直至探花 当官后一年 陆子清遇到了她的义中人 巧合的是 女子的小名也叫小婉 张有发 明朝万历年间 延安府人士 母亲死后 年幼的张有发与父亲张三全 靠打柴为生艰难度日 镇子上有个说书艺人 每次进阵子里卖债路过说书摊的时候 张有发都会被说书艺人的精彩故事所吸引 在说书艺人的口中 岳飞 杨家将等一批批英雄人物就像是重新活过来一样 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张有发的脑海里 于是张有发便有了一个理想 我也要成为英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每个人都想当大英雄 张有发也不例外 他的梦想能实现吗 在他寻找英雄 认识英雄 成为英雄的路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请接着往下看 这一天 父子两个又相跟着进山砍柴去了 张有发的父亲张三全 是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民 他不爱说话 只知道一天到晚的蒙头干活 张三全在前面低头走路 张有发在后面跟着 冷不叮 张有发冒出一句话来 爹 你说 世上真的有英雄吗 听到儿子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张三全停下了脚步 随即他叹了口气转过了身子 看了看眼前的儿子 张三全说道 我看你是不是听说书听傻了 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 你说你就是一个砍柴的 天天想当英雄 老老实实砍柴吧 英雄可能有 但我没有碰到过 说完 张三全又继续赶路了 对于父亲的这番冷嘲热讽 张有发并没有往心里去 你没见过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上没有 说不定哪天英雄就来了 也说不定哪天我也就成了英雄了 到时候 哼 我让你看看 父子俩又不说话了 一前一后进了山 各自找地方砍柴去了 很快 张三全就砍完了 他冲着儿子砍柴的地方喊了几声 有发 你砍完了没有 远处传来 一阵说话声 还没有呢 你先回去吧 待会儿下了山 我再去找你 听了儿子的回答 张三有便挑起柴火 朝着山下走去了 再说张有发 他的柴枣 已经砍完了 只不过他遇到了一件怪事 就在他收拾柴火 准备下山的时候 一阵微弱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顺着声音 张有发寻找了起来 很快他就在离他不远的丛林中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山里经常有野兽出没 猎人们就在山里放置了许多捕兽夹子 看来 这只狐狐狸 今天运气不太好 不小心中招了 走到狐狸跟前时 狐狸正低声呻吟着 眼睛里全是哀求的神色 张有发没有多想 赶紧上前 把狐狸解救了出来 狐狸的一条腿被夹断了 腿上全是鲜血 虽然被救了 可他还是无法行动 只见他躺在地上嘴里 又嗷嗷地叫了起来 过了一会 不远处的丛林里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 听到这声响动 张有发顿时警觉起来 片刻之间 三个猎户打扮的男子 出现在了张有发的面前 其中一个男子看到受伤的狐狸后 顿时高兴地大喊了起来 爹 快看 抓住了一只狐狸 一个年老的男子 看了看张有发 又看了看狐狸说道 年轻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张有发说道 我在这里砍柴 听到有响声 就跑了过来 一看是狐狸被夹住了 我就把他救了出来 年轻男子说道 狐狸是被我们的家子夹住的 我们要带他走 说完 男子上前抱起狐狸就要走 狐狸受了重伤 根本无力逃跑 在他被抱起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张有发 就像是在哀求他 能不能再救我一次 看到狐狸求助的神色 张有发心动了 只见他赶紧起身 把年轻男子拦了下来 年轻男子 见张有发要虎口夺梁 顿时拉着脸说道 哎 你要干什么 狐狸可是我们逮住的 张有发并没有理会年轻男子 而是朝着年老的男子说道 老伯 你看能不能把这只狐狸给我 我也不会白要你的 我拿柴和你换 你看怎么样 年老男子看了看张有发 随即笑着说道 既然你救了他 我就卖你个面子 柴我也不要你的了 听老者说完 张有发甚是高兴 他赶紧把狐狸 从年轻男子手中 抢了过来 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年轻男子 尽管一脸不高兴 可还是松了手 随后 几个人便离开了 几个人离去之后 张有发这才放下了心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张有发该回家了 可狐狸该怎么办 把他抱回家吧 父亲肯定会责骂自己 要是把他留在这里 受伤的他能活下去吗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 不远处又传来了一阵响动 张有发再次警觉起来 抱着狐狸的手 也下意识地紧了紧 令他大感意外的是 这次出来的不是人 而是一只狐狸 说来也怪 自从这只狐狸一出现 怀里的狐狸就来了精神 挣扎着要从张有发的怀里跳下来 张有发见状便赶紧把他放了下来 另一只狐狸 见状马上朝着受伤的狐狸冲了过去 随即伸出舌头 在受伤的腿上舔了起来 说来也怪 不久之后 受伤的狐狸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很快他就站立了起来 再仔细看去 他的腿已经丝毫看不出受伤的样子 全好了 这一幕 把张有发看了个目瞪口呆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张有发只见面前猛然出现了一团白雾 白雾随即散去 在看去时 眼前的狐狸不见了 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老一少两个人 老的大约五十多岁 是个精神绝朔的老头 年少的大约十岁左右 看上去置气未脱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疑惑之际 老头说话了 年轻人 不要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刚才真是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的这个宝贝孙子可就要遭殃了 张有发依旧是目瞪口呆 你们是人还是狐狸 老头随后笑着向张有发说明了一切 原来 这老头和少年是祖孙两个 他们是一群成了精的狐狸 祖祖辈辈都居住在深山里 今天早上 小狐狸偷偷从家里溜了出来 他们中间不小心就踩到了兽家子 得知了两人的来历 张有发不再害怕了 见狐狸已经安然无恙 张有发便要下山 老头又说道 年轻人 今天你救了我孙子 我怎么也得仇谢你一番 老头我也算是有些倒横了 你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 都可以答应你 听了老头的话 张有发笑着说道 是吗 我想当个英雄 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张有发的话 刚说完 老头就笑着说道 难道英雄对你来说十分重要吗 你的这个要求听起来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心存善良之心 你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英雄 说完 老头祖孙两个就消失不见了 老头告诉了他答案 可仔细一想 又像是什么也没说 张有发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便下山了 回到家时 天已经黑了 父亲已经卖完柴回家了 把今天遇到奇怪的事情 告诉了父亲后 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笑着叹了口气 因为没办法再去卖柴了 张有发便睡了觉计划 第二天再去镇子上把柴卖掉 第二天 张有发早早地就起了床 来到镇子上后 不一会儿柴就卖完了 因为今天不上山砍柴了 张有发便在镇子里溜达了起来 很快 他就来到了经常光顾的说书摊 今天 说的书依旧是《岳飞传》 尽管这个故事 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但张有发还是被精彩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 就在他沉迷于故事中时 身后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他赶紧转身 看去 只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对着一个年轻女子叫喊着 跑什么跑 你能跑得了吗 男子一脸凶下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女子低声抽气 看上去楚楚可怜 男子又说道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 钱什么时候还呢 女子哭着说道 张大哥 求求你了 我爹刚死 我实在是没钱 还你啊 男子笑着说道 没钱不怕 你给我当老婆不就完事了吗 这样呢 欠账也不用还了 你也能吃饱饭 怎么样 听了男子给他安排的办法 女子顿时吓坏了 随即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男子健壮 上前便拽起女子 硬生生地把他拽了起来 两人一前一后 一个在前面拽 一个在后面哭着不肯走 围观的人倒是不少 可却没人上前 就在这时 一个穿戴打扮 十分讲究的年轻公子 出现在了大街上 众人一看到年轻公子 顿时发出了一阵惊呼 英雄来了 年轻公子名叫李英天 是城南李源外家的大公子 说起这个李英天 那可是镇子上了不起的人物 传说中这人专好打抱不平 碰到不平的事情 总会伸出援手 于是就有了李大侠的美誉 对于李英天这个人 张有发只是有所耳闻 并没有亲眼见过 见心中的英雄来了 张有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赶紧挤开人群 朝着李英天出现的地方走了过去 此时 李英天已经把姓张的年轻人拦了下来 只见他站在路中间 浑身散发出浓郁的英雄 气息 姓张的年轻人见有人拦路 便恶狠狠地说道 年轻人 你要干什么 李英天斜着眼看了看男子 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色 随即开口说道 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 你这又是干什么 男子说道 我告诉你 半年前 这个女子从我这里借了不少钱 给他爹看病 谁知道他爹得了不治之症 钱花完了人却死了 又从我这里借了些钱 把他爹安葬了 我寻思着乡里乡亲的 就没问他要钱 谁知道他却跑了 害得我找了他半年多 找到他后 我就问他要钱 他说没有 我就想着 既然他还不上钱 那就干脆给我当老婆算了 听了男子的说辞 李英天没有搭枪 只见他侧着脸 看向了那个女子 随后温和地说道 这位姑娘 他说的可都是真的 女子点了点头 李英天又说 那你愿意跟他走吗 女子又摇了摇头 李英天这才转过脸 对男子冷冰冰地说道 你听到了吗 他不愿意和你走 男子冷笑着说道 不走怎么办 难道我借给他的钱 就打了水漂了吗 李英天问道 他借了你多少钱 男子说 前后两次怎么说 也有三两银子吧 听男子说完 李英天随手就从袖子里 拿出一块银子说道 这里是五两银子 拿上他赶紧走 把人留下 男子看了看李英天 随后笑着说道 你算老几 早些天还钱我还要 现在我不要钱了 只要人 见男子耍起了无赖 李英天的脸色变了 只见他冲着男子说道 快把女子放开 不然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好看 男子嬉皮笑脸地 冲着李英天说道 看你细皮嫩肉的 还想来个英雄就美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否则的话 受伤一定会是你 说完 男子抡起拳头 就朝着李英天砸了过来 李英天侧身躲过 男子瞬间摔了个嘴啃泥 众人见词 都纷纷叫起好来 李英天一个剑步上去 就冲着男子的脑袋上 砸了几下 男子随即叫唤起来 打了几下 李英天停手了 随即把银子 往男子身边一扔 带着女子走了 男子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匆忙把银子揣在怀里 赶紧离开了 这难道就是英雄吗 我今天终于见到了 事情的全过程张有发 都看在了眼里 李英天的英雄形象 在他心里瞬间高大起来 回家的路上 张有发满脑袋都是李英天 英雄就美的样子 要是我能成为他 那样的英雄 该有多好呀 自从那天过后 张有发天天来镇子上卖柴 他想再次目睹英雄的风采 可他失望了 又过了些日子 张有发挑着柴来 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个镇子 可比起经常去的那个镇子 可就小多了 街上也见不着几个人 转悠了一大圈 柴火也没卖出去 张有发的心情沮丧极了 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迷迷糊糊间 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嗨 你的柴卖不卖 张有发赶紧睁开眼说道 卖 卖 和他说话的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子 一看到这个女子 张有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 只是他实在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管他呢 只要有人买柴火就行了 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 女子把张有发引进了院子里 让张有发把柴挑到厨房 正在这时 有个声音传了过来 小翠 小翠 你过来一下 听到叫声 名叫小翠的女子便赶紧跑了过去 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熟悉 才很快就放好了 账还没有结 等了一会 还不见女子前来 张有发便在院子里找了起来 院子不大 里面几乎看不到人 很快 张有发便在一间屋子里 找到了那个女子 屋子里只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两人正在屋子里说着话 看到这两人 张有发呆住了 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 难道一男一女 不能待在屋子里吗 怎么不能 但这两人要是待在一起 就不对劲了 男的正是被李英天打跑的 那个姓张的无赖 而女子则是被逼还债的 那个可怜女子 这两人本来是仇人 为何会走到一起 看他们说话的表情 不但非常熟悉 而且极为亲密 要是你碰到这样一幕 你说你能不吃惊吗 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就在张有发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 看身材来人是个男子 只是在头上戴了一顶帽子 显得不伦不类 看到来人 张无赖和女子赶紧说道 公子 你怎么来了 来人脱下了帽子后 张有发看清楚了他的脸 这一次 他不仅仅是惊讶了 他的下巴已经被惊掉了 男子竟然是李英天 一个是大英雄 一个是无赖 一个是楚楚可怜的女子 这三人怎么会在一起 李英天把帽子脱下来 随手一扔说道 热死我了 要不是怕别人知道 我才不戴这玩意呢 说完后 李英天往椅子上 一座把鞋子一脱 竟然伸手抠起脚来 眼前的这一幕 再次把张有发震撼到了 眼前这个看起来 和无赖没啥区别的人 难道还是那个 人见人静的大英雄吗 抠了一块脚 李英天说话了 你们两个倒是会享福 哪像公子我 还得在外面装英雄 张无赖笑着说道 要是没有英雄这个称号 咱们家的生意能那么好吗 英雄怎么还和生意有关系 这又是什么道理 李英天说道 哎 也真是 为了咱们家的生意 这英雄我还得装下去 咱们的戏还得演下去 就在这时 女子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急忙忙地出了屋子 张有发看见女子出来了 便赶紧回到了柴房 尽管心里有很多疑惑 但张有发还是忍了下来 赶紧问女子拿上钱出了院子 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 他们口中的演戏指的是什么 难道英雄是演出来的吗 哎 管他呢 要是我能演一回 英雄也行 带着些许疑惑 带着些许期待 张有发回到了家 过了几天 张有发和父亲挑着柴 又来到了镇子上 柴很快就卖了 回家路上 张三泉一个人在前面默默地走着 张有发在后面百无聊赖地跟着 父子两个依旧还是没有交流 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回家的路上有一条山路 山路很少有人走 两人就这样 一前一后地走着 刚转过一个山头 迎面走来一个人 仔细一看 此人竟然是李英天 看到心目中的英雄来了 张有发很是兴奋 早就把那天遇到的事情 忘记了金光 随即赶紧闪在一旁 朝着李英天投去了仰慕的眼光 就在这时 一阵救命声传了过来 话音刚落 一个浑身是土面色慌张的女子 朝着李英天跑了过来 女子来到李英天跟前后 随即躲在了李英天的身后 李英天毫无防备 不由地被吓了一跳 就在他愣神之际 三个手持棍棒的男子出现了 这三个男子一袭黑衣 一看就是练夹子 看到这一幕 张有发不由地愣住了 这难道又是李英天导演的一出好戏吗 怎么连演员也换了 就在这时 一个进庄男子说道 腰 这不是李大英雄吗 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 怎么 你也想管这闲事吗 对于男子不屑一顾的表情 李英天并没有反驳 相反此时地看上去 像是完全被男子的气势压住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男子朝着身边的两人一挥手 两人搜的一下就窜到了 李英天的身边 李英天依旧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仔细看去 不是他不想动 而是两条腿直打哆嗦 显然他已经动不了了 李英天身后的女子见危险来了 顿时大声哭了起来 这哭声撕心裂肺 听在耳朵里甚是凄惨 眼看女子就要遭遇不测 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谁在说话 又有英雄冒出来了吗 张有发一愣 再看去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父亲张三权 此时的张三权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浑身散发出一种涉人的胆气 他要干什么 他不会是要舍身救人吧 看到父亲要以身犯险 张有发赶紧起身 拦住了张三权说道 爹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张三权一把推开张有发 走到女子 跟前一把把女子 拉在了自己身后 趁此机会 大英雄李英天赶紧跑了 张三权随即 冲着三个男子喊道 三个大老爷们 欺负一个弱女子 你们还算是人吗 一个男子朝着张三权说道 老头 连大英雄都被我们吓跑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离开吧 别吃不了兜着走 张三权说道 我不是什么英雄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 但遇到这些事情起就要管 男子这时不再和张三权废话 随即抄起棍棒 就朝着张三权砸了过来 眼看父亲就要受伤 张有发一个剑步 就冲了上去大喊道 不许伤害我爹 说完 拿起挑柴的扁单便轮了开来 可毕竟不是几个男子的对手 很快张有发便被打倒在地 随后 三个男子推开张三权架起女子就走 张有发倒在地上浑身疼痛不已 可女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或许是刺激到了她 只见她亮亮呛呛地站了起来 拿起棍子就追了上去 几个男子见她要拼命 便不再和她纠缠 扔下女子就走了 看到女孩得救了 张有发再也坚持不住随即晕倒在地 一个月之后 一男一女来到了山林里 男的正是张有发 女的是被她救下来的那个女子 那天 救下女子之后 女子便留在了张有发的家里不走了 她要嫁给张有发 这天 两人相跟着来到山里砍柴 不久之后 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头 老头正是那个小狐狸的爷爷 看到恩人再次出现 老头高兴极了 问清身边女子的事情之后 老头笑着对张有发说道 你不是成天想着当英雄吗 怎么样 英雄找到了吗 小伙子 不用去找 每个人都是英雄 明朝年间 宝定府上有一名叫丁二勇的男人 这丁二勇三十多岁 人长得虽然说不上俊朗 但胜在老时 在周围邻居看来 丁二勇奇怪得很 很少跟人来往 宁可独自一人待着 也绝不成家 时间一长 丁二勇的身份 也渐渐变得扑朔迷离 话说 丁二勇 起初并非宝定府人 但要问他究竟从何而来 周围邻居 却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 丁二勇是逃难来的灾民 有人说 丁二勇是来宝定府寻人的 还有人说 丁二勇乃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 且说十三年前的中秋节 十分罕见的阴天 原本应该出现的圆月 因乌云的遮挡消失不见 当天夜里 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随着一阵闪电划过 有一黑影从天上掉落下来 重重地砸到某户人家门前 待到第二天天明 这户人家开门一看 就见到一个年轻人倒在门前 这户人家大吃一惊 但见这年轻人呼吸均匀 这户人家才送了口气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丁二勇 只见丁二勇衣服布料布匪 可浑身却是皱皱巴巴 泥泞不堪 更加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丁二勇左手紧握成全 右手则是放松的状态 一时之间 众人对着来历不明的丁二勇 纷纷指点起来 丁二勇是被一盆水泼醒的 他醒来的时候 正正地望着周围的人 随后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赶忙张开左手 可左手中却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丁二勇灯食急了 他环望着众人急切地问道 我左手里的东西呢 哪儿去了 众人听到丁二勇的问话 纷纷摇了摇头 第一个发现丁二勇的那户人家说道 你左手哪儿有东西 看见你的时候就没有 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动你分毫 你东西丢了 可别赖我们 丁二勇急地团团转 要说那东西一般人还真拿不走 看似玲珑小巧的小盒子 实则能有千斤重 可这样一个神秘的东西 究竟是被何人拿走了 丁二勇不敢耽搁 那东西一日寻不回来 他便一刻不得安宁 可他寻找多时 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东西的下落 一时之间 丁二勇愁眉不展 只得暂时在宝定府住了下来 顺便寻找着那东西的下落 这一住便是十三年 十三年间 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 也足以让一个人变老 但岁月却饶过了丁二勇 此时他的模样 仍旧和十三年前一模一样 随着时间流逝 丁二勇越来越焦急起来 眼看就要到十五年之线 倘若在十五年之内 没有将那个东西寻回 人间将有大难发生 这天一早 丁二勇正准备出门 再次打探那东西消息的时候 屋外却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丁二勇打开门一看 竟是隔壁邻居张大妈 看到张大妈 丁二勇感到有些诧异 平日里丁二勇很少和附近人说话 十三年间 他们更是没有正面接触过 今日这张大妈 怎么突然来敲门了 正想着 还没等丁二勇开口 问些什么的时候 张大妈便笑意盈盈地 递上去一块猪肉说道 二勇啊 有人拜托我把这块猪肉给你 我看这块猪肉不错 炖了吃 肯定香得很 可丁二勇从来不吃这些 又会是什么人送来的呢 丁二勇下意识地朝张大妈身后望去 好一会儿才问道 张大妈 那人在哪儿 又长什么样子 听到丁二勇的问话 张大妈也不禁回头四处张望起来 那人不见了 不过我还记得 他的样子 嗯 怎么回事 我忽然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 那个人个子很高 然后 然后 原本印在张大妈脑子里的面容 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丁二勇本不打算接过这块猪肉 毕竟他并不属于这里 只想少些跟这里人接触 可就在这个时候 猪皮之上忽然显现出一团黑气 紧接着似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印在了猪皮上 丁二勇见状似是想到了什么 一瞬间改变了想法 赶忙谢过张大妈 接过了那块猪肉 直到张大妈离去 丁二勇才开始细细打量起那块猪肉 不一会儿便发现了其中端倪 他将猪皮窃下 小心翼翼地将猪皮拉长 这才看清楚猪皮上面的字顺着东走 你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他想要的东西 毋庸置疑 正是十三年前在他手中丢失之物 虽然不知究竟是谁用猪皮给他带来的消息 但现在来看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都不能放弃 想着 丁二勇便背上行囊 一路朝着东方飞驰而去 不知走了多远 丁二勇便见一户人家门前围满了人 人群中有男有女 皆眼面哭泣着 待看清这些人的面孔后 丁二勇不禁大吃一惊 大哥大姐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人群中人闻声 慌忙抬起头来 看到丁二勇的时候 哭声更甚 二勇 你总算是回来了 快跟我们进来吧 娘 娘她快不行了 丁二勇浑身一颤 娘怎么会 这十三年间 究竟发生了何事 还有你们不是 应该在上面 为何会在这里 丁二勇口中的 大姐名叫丁飞 听到丁二勇的问话 赶忙抹了把泪说道 二弟你有所不知 当年你带着那东西下凡 母亲知你命中必有一节 便带着我们一同下凡 寻找你的踪迹 可是到了人间才发现 我们的本领 在这里根本发挥不出来 在这里 我们和那些凡人 没什么区别 不过 有一尊不老之身罢了 眼看十三年过去 我们仍旧未寻到你 母亲担心你的安危 前不久强行动用了法力 导致身形聚损 你若再不回来 恐怕 说着话 丁二勇在大哥大姐的带领下 走进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黑漆漆一片 四周环境潮湿 在屋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口巨大的水缸 水缸之中隐隐泛着粉红色的光芒 丁二勇凑近一看 水面之上漂浮着一朵开得鲜艳的水莲花 只是水莲花花瓣 却有了枯萎之下 丁二勇心中一沉 急急呼唤着母亲 可始终都没有人回应 二弟 没有用的 自从母亲变成这样之后 就进入了永久的睡眠 花瓣已经掉落了一半 倘若花瓣纷纷凋零 母亲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丁飞说着 再次掩面哭泣起来 这该如何是好 见到母亲变成这样 丁二勇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 丁飞叹起说道 唯有一种灵草可救母亲 但那灵草所在山峰之巅 以凡人之躯根本无法到达 我们现在皆为凡人躯体 就算有心也是无力 我去 我和你们不一样 来到此地也一样 有着天上的能力 等我回来 我一定会让母亲活过来的 丁二勇说着 再次告别兄弟姐妹 朝着大姐所说的山峰飞身而去 歹丁二勇走后 水缸之中的水莲花散发出阵阵光芒 原本枯萎的花瓣渐恢复如常 随着水波流转 水莲花幻化成人形 出现在众人面前盈盈笑道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等到二勇回来 这个盒子便可以打开 到时候便再无后顾之忧了 然而丁飞却是紧锁眉头 娘 这样做 万一让二勇知道真相 她会不会生气 怕什么 水莲花小心翼翼地将那小盒子 收进衣袖之中说道 我这么做 完全都是为了她好 是丁飞微微汗手 她的目光 扫过水莲花的衣袖时 眉心还是不由地紧皱起来 水莲花手中之物 正是丁二勇找寻多年的锦盒 他们原本是天上的仙子 本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就在十三年前 这锦盒横空出世 十五年后锦盒自行打开 到那时候人间必将生灵涂炭 唯有在人间开启 锦盒反而会带来美好 丁二勇唯维维护人间 只得带着锦盒下凡 准备在十五年间守着锦盒 可却不成想锦盒在他手中丢失 不知那锦盒是在人间还是天上 为寻锦盒 丁二勇这才留在人间十三年 可如今锦盒为何会出现在 丁二勇母亲手中 一家人为何要在丁二勇面前作息一场 先前那一块猪肉 又是谁交到丁二勇手中的 他们究竟有何目的 闲话少叙 咱们接着讲 丁二勇飞身朝着山而去 眼见快到山脚之下的时候 一阵狼嚎声从不远处传来 紧接着便有一狼拦住了丁二勇的去路 丁二勇向前走 那狼便呲牙咧嘴地要扑上来 丁二勇腾空而上 那狼竟也跳到了半空 欲要袭击丁二勇 丁二勇见状 得知这狼定是个不好惹的种 只好问道 不知拦住丁某去路所为何事 那母狼一双寒眸盯着丁二勇 随即口吐人言说道 这位仙人 敢问你可是要去那山峰之巅上取灵草 听到母狼开口说话 丁二勇这才意识到 这狼并非普通之辈 而是开了灵质的生物 丁二勇点头说道 正是 我母亲水莲花受到重创 唯有灵草可救她一命 麻烦小友通融一下 小仙去去就回 母狼却是仍旧不肯动说道 那猪灵草你万万不能踩 不然你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白费了 母狼说吧 见丁二勇 一脸茫然 连茫轻笑一声说道 小仙一向英明 怎么在自己家人面前 却犯了糊涂呢 你母亲的话不可信 她根本没有受伤 一切不过是在你面前 做得稀罢了 真正的目的就是 引导你将灵草拔下 一开启锦盒 丁二勇却是不肯相信 刚刚他亲眼看到母亲受创 怎么可能有假 再说了 那锦盒消失多年 如果母亲真想开启的话 为何偏偏要等到现在 更何况还有不到两年 锦盒便会自动打开 现在这样做 不过是无用功 丁二勇根本不信母狼之言 正当母狼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面前的山路忽然升起一阵白雾 阻断了母狼和丁二勇的视线 与此同时 丁二勇头部昏昏沉沉 紧接着便昏倒在地 当他醒来的时候 意外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山峰之巅 而那灵草就开在自己身边 正闪着盈盈绿光 丁二勇心中一喜 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伸手将灵草拔下 却不知灵草叶子上升满 密密麻麻的刺 一下子将丁二勇的手指戳破 一滴滴鲜血 进入灵草之中 瞬间便与灵草和二为一 这样奇怪的现象 丁二勇并没有发觉 催动浑身灵力 他原本受伤的手指 瞬间便恢复如初 他拿着灵草兴充的 朝山下走去 却不知为何 越走浑身越没力气 头部昏沉 脚部虚浮 仿佛下一瞬 就要跌倒在地 他硬撑着身子 一步步向前走着 一直走到一处破屋前 丁二勇终于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此时他微微抬眼 见雾中熠熠生辉 这才发现 这破屋不是别处 正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叉 丁二勇一点点朝着古叉中挪去 来到一处角落时 他浑身的力气 仿佛都被抽干了一样 头一歪变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丁二勇被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吵醒 他缓缓睁开眼 就见古叉之中不止有他一人 还有一女子 只是这女子看上去实在是太熟悉了 丁二勇眯了眯眼 待看清那女子面容时 不禁大吃一惊 竟是他的母亲水莲花 可母亲不是受了重创呆在水缸里吗 怎么会丁二勇忽然想起先前母郎对他说的话 正准备起身质问母亲的时候 站在古叉中央的母亲 却是忽然开了口 让你办的事情都怎么样了 水莲花被对着丁二勇说道 主上 事情都办妥了 只不过路上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水莲花的身子挡着说话之人 在丁二勇这个方向 他什么也看不到 发生什么事情了 水莲花问道 丁公子在上山途中 遇见了一只开了灵质的母郎 母郎拦住了他的去路 还把我们的计划全盘拖出 好在我及时升起一层浓雾 不然我们的计划全泡汤了那人 有些得意地说着 什么 竟然有此事 水莲花大怒 看来我们之间有内鬼 不然我们如此秘密之事 怎么会被一头狼知道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 你且回去看看 究竟是谁泄露了秘密 说吧 丁二勇就见水莲花面前 有一白雾顺风而飞 不过刹奈便消失不见 不过丁二勇来不及多想 那白雾飞走之后 一直被对着自己的水莲花转过身来 丁二勇敢忙闭上双眼 脚步声距离他越老越近 他感到母亲一步步走向自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上一空 那原本握在他手中的灵草便被人抽走了 与此同时 丁二勇赶到周身传来一股暖流 贪软无力的身子也渐渐恢复起来 待他睁开眼的时候 母亲已然离开古刹之中 这时候 丁二勇忽然想起母郎之眼 再结合刚刚母亲与那人的对话 可知母郎所说乃是事实 可那锦盒真的在母亲手中吗 母亲急于打开锦盒又是为了什么 想到这里 丁二勇悄悄将藏在怀里的猪皮拿了出来 他口中念念有词 食指朝着猪皮上一点 顿时猪皮上蚊子缠绕的黑气便朝着屋外飘去 丁二勇起身 顺着黑气的方向跟了过去 没一会儿就看到母亲水莲花的身影 而那黑气此时盘旋在水莲花之间 片刻之后便钻入了水莲花体内 水莲花似是察觉到什么 赶忙回头去看 丁二勇已然隐匿起来 原来一切都是母亲的一场计谋 用猪皮上的文字引起他的注意 一路将他引到东方 恰好遇见大哥大姐在门前哭泣 再用计让自己到山上拔领草 如此周密的计划 只为了提前开启锦盒吗 丁二勇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带着满肚子疑问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不过不管母亲究竟有何目的 现在丁二勇可以确定的是 那锦盒的的确确就在母亲手中 她要想办法拿回来才行 回到家后 一切如常 母亲水莲花仍旧待在水缸之中 不过大姐丁妃却不见了踪影 丁二勇没有放在心上 她四处寻找着锦盒的踪迹 可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不过很快的 她便发现自己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身体中的暖意渐渐散去 随着浑身越来越冰冷 丁二勇的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丁二勇昏昏沉沉睡着 先有清醒的时候 这天夜里 丁二勇从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窗外隐隐绰绰 不一会儿便传来一阵谈话的声音 丁妃 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竟然敢泄密给天下生灵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我这么多年的计划都会毁于一旦 你想害死你弟弟吗 这说话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丁二勇的母亲水莲花 丁妃说道 二弟天生心善 他若知道您的计划 定会与您置气 弟弟的命是命 可天下生灵呢 他们也是无辜的 他们也想活命啊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不是圣人 在你们面前 我是母亲 丁妃换作是你 我仍会用同样的方法 去救你的水莲花 说着大手一挥 你弟弟留在灵草上的血不多 现在还需要他的血 才能打开锦盒 说吧 水莲花一掌 将丁二勇房间大门打开 静止朝着丁二勇走去 丁二勇想要挣扎 却发现自己浑身无力 根本动弹不得 他只感到指尖一痛 身体中的血液瞬间 便顺着指尖流了下去 鲜血一滴滴落在灵草之上 灵草缓缓闪着金光 一点点将丁二勇的血液吞噬 直到灵草饱和 水莲花这才停下了手 水莲花拿着灵草飞升而上 用灵草将锦盒催动开来 随着锦盒缓缓打开 人间的天也渐渐暗沉了下来 乌云密布 雷电声连连 无形之中好似 有一双双利爪抓住人们的脚踝 人们动弹不得 浑身的力气也在这瞬间被抽干 与此同时 丁二勇惊愕地发现 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正不断汇聚而来 化成一缕铝气流钻进了自己身体之中 不过虚于 丁二勇力气恢复 此时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赶忙起身出门 朝着天空望去 就见天空乌云之上 有一束金光洒落在地 那金光一点点吞噬着人们的生气 而那生气最终汇聚之地 竟是自己身上 丁二勇大吃一惊 瞬间明白过来母亲的用意 他不敢耽搁 亦是飞身而上 到天空中寻找母亲的身影 水莲花用法力和灵草一同催动着锦盒 他的嘴角微微溢出鲜血 可却没有停手的意思 丁二勇见状 赶忙前去跪倒在水莲花面前说道 娘收手吧 再这样下去 人间将会大乱 而你也会受到天庭的处罚 水莲花摇摇头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宁可让别人亡 宁可自己受罚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 原来早在锦盒横空出世的时候 母亲水莲花便预料到 在丁二勇身上将会有一劫 此劫重大 危及生命 可是丁二勇得知锦盒的威力 执意要到人间拯救凡人 水莲花只好跟着丁二勇一同前去 在丁二勇掉落在地昏迷过去的时候 水莲花悄悄将锦盒拿走 并躲在一处丁二勇找不到的地方 眼见丁二勇的劫难即将到来 可距离锦盒开启仍有两年之久 水莲花只好让儿女们 演戏将丁二勇引了过来 为了提前开启锦盒 利用人间的生气 让丁二勇躲过一劫 见母亲执迷不悟 丁二勇只得伸手去抢她手中的锦盒 可尝试几次都没有夺过来 眼见人间此时已然乱作一团 丁二勇集中生智 竟自散修为将锦盒吸附过来的生气 统统还给了人间 水莲花见状大惊 连忙停下手里的动作 痛心疾首地望着丁二勇 儿啊 娘这么做都是为了救你 你这又是为何 娘 我们先人在天上活着 就是为了造福人类 如今我们却为了活着 而本末导致危害人间 那么我们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娘 在我看来人有定数 我们先人更是如此 既然我命中必有一劫 那么我就不能逃避 与其苟且偷生 不如接受现实 丁二勇的一番话 让水莲花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互有两个黑影出现 来到母子二人面前 冷声说道 你们二人提前开启锦盒 为祸人间 该当何罪 说吧 那两个黑影便欲要抓捕母子二人 丁二勇见状 赶忙挡在母亲面前说道 是我私自打开的锦盒 最终受益者也是我 受罚的也应该是我才对 不 不是他 是我执意而畏 他什么都不知道 水莲花说着 便要上去阻拦 然而黑影却先水莲花一步 将丁二勇带走了 丁二勇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 他的修为散尽 还给了人间 而他也因此被贬成凡人 随着一道金光闪过 丁二勇投生人间 与此同时人间恢复如常 天再次晴了 人们看着天边那道金光划过 一传十时传百 人人都知天上降下来一个活神仙 救了他们的命 说在最后 丁二勇无疑是一位善良的人 在危险的边缘 没有人不想活下去 但丁二勇在危急时刻 却仍旧惦记着人间 不贪生 不怕死 丁二勇身上的精神值得敬佩 反观丁二勇额水莲花 他虽不是大善之人 但在我带入他角色的时候 也会明白他的处境 水莲花是先 同时也是一个母亲 在面对孩子生死存亡的时候 身为一个母亲 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孩子去死 只是水莲花的方法有些偏激 他也用错了方法 一物可换一物 但命却不可换命 万事皆有定数 亦有因果 或许顺其自然 才是最好的方式 作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